分享分享分享留言烈翼杨基巨头沙胖决定在2019年球季后就要高挂球鞋,而田中江大派克斯顿和哈普的合约又都直到2020年就到期,补强先发轮值成为杨基必须面对的课题 当好红袜王牌塞尔在2019年打完后,将要第一次取得自由球员身份,杨基总经理凯 许曼当初拒绝白袜在交易时索取塞佛里诺的要求,才让红袜得标,这两年吃足苦头 如果塞尔真的投身自由市场,杨基肯定会高价抢人 一旦拍卖歌真的穿上条纹制服,凡后年,一年地载质都成军,伤害程度将远超过当年让戴蒙约翰尼戴蒙和艾尔斯伯瑞皮帕别道的痛苦 而且杨基还不是唯一可能出手的对手,像是四大先发投手都在2019年后合约到期的太空人 2020要搬到新球场的游骑兵队,财大气粗的稻骑,天使,以及积极招兵买马的费成人等队,都是潜在的买家 塞尔目前的合约将在今年球季结束后到期,他近三季在红袜队阳基的战绩虽然只有三胜 三败,但防御率低到1.93,被打击率也只有,压制能力是非常的强大 公新社资料照片分享红袜迷都强烈希望球队能够留下这位史上最快达到1,540 阵,最佳三阵率和三阵,保送彼得天王左头,而塞尔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能续留分威 狼有情面有意,就看双方能否在今年开季前达成续约协议,让杨基和其他球队彻底断念 塞尔在2018年下半季两度因为左肩伤势进入伤兵名单,在此之前,他的九年大联盟生涯只因为一次手被屈击而下架过 本身就是佛州人的塞尔在加入红袜后,房子就买在麦尔斯堡,离红袜春迅基地开车不到15分钟 根据美国知名棒球作家罗森索肯罗斯索尔的报道,在去年感恩节后没多久,也就是距离塞尔投完世界大赛最后一球,三阵马恰多后不到一 各月,他就开始生涯最专注的一次季外训练,每周一到五,天天到蓝色喷射机球场杰特布鲁帕克报道,目标就是要增强他的肩膀耐力 塞尔在去年世界大赛第五战九局下半上场中计,连续标出三次三阵,帮助红袜拿下冠军 欧欣社资料照片分享赛尔说,基本上我要练刹车,这就是上纪我的死穴 我的手臂动得太快,而我没有那个肌肉强度去让他慢下来 没听过这理论吧,但塞尔和红袜队非常认真,他每天和助理体能教练鲁斯米克罗斯练腿,核心肌群和背部 每周一、三、五和助理训练员布兰登亨利进行肩部训练课程,好让他能发展出能停下超跑扳手臂的陶瓷叠煞 我没有要减速,我只是要练出能驾驭他的强度 塞尔说,不要让他能撑完整个赛季,而不是像上季一样到了8月就得要进场维修 2018年是塞尔最闷的一季,上半季展现破纪录的主宰力,稀乎提前抢到赛养奖,但从台湾时间8月1号到1 3号继入DL,回来后对金英投了零失分的五局之后,在8月19号又进商兵名单,一代就代到9月12号 这年他只投了158局,生涯最低,而塞尔从2012年专职先发后,到2017年间平均每年贡献205局 塞尔在春迅非常认真的断,核心肌群,希望在新球季能加强他的手臂控制能力 美联社分享塞尔将在3月30号满30岁,以他奇特的投球姿势,早在白袜于2010年选秀 为第13顺位选走这位来自佛罗里达海岸大学的瘦高左头前,众人就不看好他保持健康的能力 塞尔回忆,从2006年开始就听过这种说法了 那时他还是佛州雷克兰高中的高三生,但我在机外练得很勤,你可以问这些训练员,你可以问我老婆 你不能完成你的任务是种很糟的感觉,我竞争心很强,我对我的能力很自豪,我对我自己要求也很高 红袜队的制服组组总裁唐布洛斯基代夫多名布洛斯基向来倾向跟塞尔这种年纪的王牌投手续约,他201 三年在老虎队时,就和十年三十岁的维兰德续约五年,一亿四千万美金,那时距离虎王获得自由球员身份还有两年 隔年三月,唐布洛斯基又尝试用六年一亿四千四百万的价码续留十年二十九岁的缺色 不过被缺色拒绝,才有2015年的国民青年两亿一千万美金的天价合约 现在棒球界越来越年轻化,但是许多老将,尤其是塞尔这种等级的先发 投手,特别是这么自律的大投手们,还是能够年,一年地主宰比赛 你看维兰德在他35岁的球季,还成为美联的三阵王,而且这六年每年平均投201局,薛瑟在31岁和32岁球季蝉联国联赛 两奖,今年还以300K雄霸大联盟,新四季平均高达220局,还有葛兰基,在年过三十后这五年平均每季也有199局 看看维兰德左近年的表现,可以期待红袜塞尔又未来也能越沉越香 美联社资料照片分享不过红袜队面临天人两难,因为去年世界大赛冠军阵容中一堆人合约即将到期 在2019年球季后,只比赛尔大三个月的波瑟罗,还有当加油机首波甲兹关键兹,还有林子伟啊,都将冤满,重炮首马 丁尼兹可以实施逃脱,然后在一年后,就轮到美联MVP贝兹和美联冠军赛MVP布莱德利,这都是红袜队的要取舍的 这些人不可能多留下来,重点是,要把钱花在谁的身上 红袜队在2019年球季目前预计薪资为2亿4600万,是全大联盟最高,如何说服旗下球星从2020年起在谈续约事 大学问,这样的话,红袜在今年要赴塞尔现行合约最后一年的1500万,然后马丁尼兹是2200万,波瑟罗是2050万,波甲兹1250万 其中由著名,黑经纪人波拉斯代表的马丁尼兹和波甲兹投入自由市场的可能性相当高,而塞尔的经纪公司为喷射机运动经纪杰特斯波茨·马尼奇·门特 波瑟罗是埃克塞尔运动经纪,这两间公司对于巨额续约接受度都颇高,红袜可能倾向于等待2019年结束后,看看这两位30岁的投手身体状况,再来谈未来的计划 红袜去年风风光光地拿下冠军,但明后年开始就将面临一票好手喊出天价合约的考验 欧欣社资料照片分享红袜在前朝制服祖时期爱普斯坦时期,曾经让神之右手派卓马丁尼兹在拿下2004年世界大赛冠军后走人,当时引起红袜民许多不满,不过事后诸葛来看,红袜 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纳时派卓已经33岁,虽然他在红袜最后四季每年自责分率都低于2.26,但一去大都会,第一季的自责分率就暴增到3.90,而他在纽约那四季的平均为3.88 但当时派卓比明年的塞尔还长两岁,而且塞尔一旦在自由球员市场被杨基给捡走,那对红袜来说无疑是对史上重大的一大失误 红袜全对上下,现在都努力留住拍卖哥的心,让他愿意去留分威,直到退休 分享分享留言烈意